紐約 本節目由老中網 與牛角融媒體聯合贊助播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onia 我今天要帶大家去吃的 八月松大新開媒企間的 叫做 士林小吃 我很期待 因為我每年只要有回台灣 我就一定會逛士林夜市 那我們就來看看他們家的小吃 到不到地方 好啦 我都是來啦 那我要來吃吃看 這一個呢是他們的那個 Crispie Mushrooms 嗯 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們一般炸的菇不是長這個樣子 它炸的很酥很脆 下一個是 這個 乾梅薯條 好香喔 我覺得 太濕了 我喜歡乾乾的它 你看它這麼軟 可能是個人口味 但是味道是ok的 就是地瓜薯條 然後下一個呢是他們的鹹酥雞 鹹酥雞就是要放九層塔 它有放 我覺得看外觀就是好吃 嗯 真的這個味道好吃喔 很可以很可以 再來 我還點了他們的豪大大雞排 我覺得呢 他們切雞排 這個是不對了 因為豪大大雞排 就是要很大片這樣子 然後你這樣子咬 所以他們有切了 可能就是比較貼心一點了 看一下 它可以選雞胸或是雞腿 我選雞胸 因為雞排一般都是雞胸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要吃吃看 是不是跟士林的大雞排一樣 我吃到一般 哈哈 我看得很快 能炸到這樣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這邊的人都不太會炸雞排 我覺得啦 鹹酥雞很好吃 但它這個炸雞排的話 有一點點偏乾 其實我覺得顏色是炸得滿新鮮的啦 就是 只是 畢竟這一間就是打著士林雞排嘛 我會覺得他們家的話真的是 鹹酥雞比較好吃 在這邊呢 就是只要有一點接近 我都會覺得很好吃 但如果真的要跟亞洲 就是 因為他們都是打著亞洲來的嘛 沒有到完全上 但是已經很好了 因為 你在這邊也沒辦法吃到 像類似這樣好吃的雞排 然後呢 這個是 冬瓜茶 它上面還有寫士林 看到 很冬瓜茶 有點太甜 以前小時候 不是會有那種 那種銀色的 小袋子 然後吸管擦下去嗎 就是那個味道 對對 就是那個味道 其實好喝 這個是 蜂蜜檸檬水 有點酸 可是還蠻好喝的 因為 我剛剛本來是要點有愛玉 但它愛玉賣完了 那這個就是還蠻解減 解油膩 我剛剛本來要買嘉義肌肉飯也沒有了 還有一個耶 是 它的家的香菜 蒜柔 Oyster 好像只有 好像兩顆 這個不對 這是什麼 這個是 雞肉 它可能想要走一點 美國人的風格吧 它雞胸肉末 不想浪費 會放在蜂蜜上 但我覺得它蜂蜜耍的顏色很對 可以 這個 這個OK 這個很可以 這個很可以 你看 你吃吃看 有台灣的味道 這個好吃 但我覺得今天這樣吃下來的話 這個是第一 然後大概就是鹹酥雞 好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影片 你看現在人超多 就是因為新開了 所以就是 還是會排 因為我們剛剛也排了三十幾分鐘 才輪到我們 那如果大家 走過路過看過 也可以進來吃吃看 大家還想看我 去吃什麼樣的美食 就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影片 吃香的力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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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香的力購買